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生意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典籍中 顾圣先贤给后人留下了 许多做人做事的准则 支持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它是判断一个人德行的最低标准 孟子说 无修物之心 非人也 明清思想家 顾延武说 不连则无所不取 不齿则无所不为 人儿如此则祸败乱亡 亦无所不至 意思是说 不连则的人 什么都想据为己有 不支持的人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如果像这样 那么 祸乱败亡 也会随时而至 所以 在利益面前 最能看清一个人的品德 有人 不惜尊严 丑态百出 但也有人 支持而有所不为 博士真语 赤重分扬 特取受者 千古名扬 真语 自长文 东汉时期 北海安邱人 今 山东 安邱西南 学识渊博 早年在家中 教授弟子 春秋等儒家经史 后 被朝廷 征兆入朝 汉光武帝 封他为 五经博士 也就是 专门在太学中 教授 诗 书 礼 译 春秋 这五经的学观 真语 清心寡欲 淡薄名利 在太学授课之余 他常常告诫学生们 要奉行孔子倡导的树道 自己不愿做的事 也不要强加给他人 真与自己 也是客己奉公 客进职守 虽身为官员 但从不养尊 处优 太学中 有些琐碎事情 他都亲力亲为 从不让学生代劳 真语 处处以身作则 因此 也受到了学生们的敬重 在光武帝建五年间 每年腊月初八 腊日节 是祭祀百神的日子 汉光武帝都要向太学颁照 并赏赐给每个博士 一只羊 表示慰问 有一年 又到了腊日节 汉光武帝派大臣 到太学里去慰问 大臣宣读诏书说 博士们讲学 兴兴业业 焚高济轨 十分辛苦 现在 每位博士赐阳一支 带回家中 与家人团聚 欢度节日 诏书宣读完毕 博士们叩谢圣恩 随后 使臣命随从 把羊群赶进了太学院中 点过树木 交给太学的主管 祭酒 祭酒心中 就犯了难 原来 皇帝赐的羊 大小不等 肥瘦不一 这怎么往下分发呢 分到肥羊的 当然会高兴 而分到兽羊的 难免会说分配不公 待人有亲有书 既酒想来想去 也没有想出个 万全的办法来 最后 只好把博士们 都召集过来 让大家商量 想一个 众人都满意的办法 有一个博士说 呃 羊本来就 又肥又瘦 如果 每人领一只 怎么也不会平均 依我看啊 不如把羊全都宰了 每人分一份 肥瘦搭配的肉 就不会不合理了 对这个主意 有的人赞同 但多数人 但多数人不同意 认为血淋淋的肉 不好带回家 不好带回家 又有人说 不如用抓咎的办法来分 把羊编上号 凭个人运气来选 这个主张 又引起了 大家的议论 还是意见 不能统一 大家讨论了半天 仍然 没有商量出 一个好办法 而 站在一边的真语 一直 没说话 他觉得 皇上赐阳 本是好事 现在 大家为了分羊 而争执不休 甚至 要杀羊分肉 感到 很是耻辱 于是 真语独自 走到羊群跟前 牵上一只 最瘦 最小的羊 就回家去了 看到真语的 所作所为 博士们 顿时 羞红了脸 便不再争执 刚刚讨论 如何分羊的热闹劲 也平静下来了 大家 效仿真语 都不挑 最大 最肥的那只 你牵 我让 各自牵上一只羊 高高兴兴地 回家去了 这件事 很快在京师 传扬开来 洛阳城里的人 纷纷赞扬真语 汉光武帝知道后 对真语的行为 大为赞赏 并对他 进行了嘉奖 还称他为 寿扬博士 真语 把平生所学 都交给儿子 真普 真普 又传给他的儿子 真诚 真诚 勤奋好学 教授的弟子 多达数百人 真是 祖孙三代的行仪 受到 十人的景仰 孔荣四岁的时候 和兄长们一起吃梨 却挑了一个最小的 大家问他原因 他说 我年龄最小 应该拿最小的 此天性之举 因此被传为 千古美坛 真语 读取最瘦小的杨 只吸了 诸位博士的争论 可见 修悟之心 人皆有之 只是被一时的 名利之心所蒙蔽 宋代诗人 萧泰来 为了表示 对寿扬博士的敬意 在垃圾 在垃圾夜告中赞约 官碑 祈愿乘匪马 时简 为之 取寿扬 听故事 早上跟 立大志 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